哎呀 前有罪兵后有阻敌 眼下这个局面怕是无解了 三弟 都是大哥连累了你 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先跑吧 大哥 说到哪里的话 咱们不是说好了 有富同乡有难同的 要是咱们也是一块死啊 三弟 你可别扯了 我看过剧本是你先死好吧 大哥保重 我先走了 哎哎三弟 大哥这不是给你开个小玩笑吗 正所谓上升七兄弟打仗父子兵啊 今天怎么也俩 不是 我说咱们兄弟的联手才行啊 大哥 眼下靠武力是不行了 为今之计只有秩序了 哎呦 三弟 别吹牛了行吗 你这太直整的 你以为你是军师吗 嘿大哥 你这就是李荣浩看人 把人瞧扁了哈 哎呀 三弟 没工夫吃钱片了 有啥办法你就赶紧放 说 大哥 三弟有一样东西 可以解除此次的危机 你亮出来 嘿 别管敌人多少全都背负 莫非三弟你说的是免死金牌 当今圣上亲自办法的那个 三弟 你果然有这个东西吗 呃 差不多吧 功能都是一样的 哎呀 三弟快快拿来 时间紧急啊 大哥稍等 三弟去去就来 三弟 这就是你的免死金牌吗 大哥 我说了功能是一样的 你瞧 嘿 现在没人敢动咱们了吧 一个个 别客气哈 大哥你放心 我都打听好了 黄军的优待 呃 不是串台的哈 反正是优待俘虏哈 大哥 现在不是要脸的时候啊 三弟 你这是什么话 我乃正儿八经的汉事中心啊 中山净王之后 未来的汉事 要脸还是要命 要命 中山净王之后 您好客气 感谢观看